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提升在起 离开了元台大营 往京都驶去 就算他的儿子被人辞杀了 可身为朝廷重将 燕小矣依然要留在京都 这便是权力带来的不便 韩风扑面 征北军的清兵们脸上全是悲痛与愤怒之色 他们在庆国的北疆与北齐人对抗数年 自认有功于果 但没有想到居然京都里边有人赶来暗杀大都督的公子 燕小矣依然面色不便 只是对着亲嘴冷漠说道 不是四国间 那个杀手流了血 九品 那个玉佩说明了杀手的来路 燕慎毒的实力与那人付出的代价说明了那个人的水准 亲随在他身边骑着马 说道 叶崇离京之后 京都九品明面上只有数人 如今都督与小范大人回京 便又多了两人 只是 隐在暗中应该还有一些 比如监察院 毫无疑问 燕小矣回京后 首当其冲的便是监察院一席的实力 尤其是那日在书密院之前 范贤向他挥动的马鞭 更是让这种隐在暗处的对抗 变成了即将爆发的冲突 所以燕慎毒的死 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联想到范贤 不是返贤 燕小矣冷漠说道 但一定与他有关 城门便在眼前 那名附贤亲随担忧地看了大都督一眼 心想 如果真与那位小范大人有关 大都督会怎么做呢 难道就在京都里边 一键射杀了陛下的私生子吗 燕小矣微微眯眼 没有说什么 只是咳了两声 然后掩住了自己的嘴唇 一丝鲜血从他的指缝剑流了出来 昨夜的刺杀并没有宣扬开来 一来是燕小矣儿子在京都守备的消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二是时间太短 就连监察院本部也没有获得相关的细节 清国朝廷的文官武官本就分属两个系统 自然也没有多少朝中大臣知晓此事 今日是小朝会 宫门口的大臣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各有各的山头 只是东宫太子与二殿下之间已经缓和了许多 所以那两派的文官呢 站得并不太远 而户部尚书范剑却是在和门下中书那两位大学士低声说着什么 在这三人的周围没有人靠近 一声边响 宫门缓缓打开 进军统领大皇子面色平静地走了出来 对当头的几位老大人行了一礼 众人赶紧还礼 自从一年多前 陛下让大皇子负责公围刚进之后 整座皇宫的防卫果然是固若金汤 而这位大皇子也是位勤勉之人 没有朝会之期 便会亲自当职 丝毫不因为自己天皇贵宙的身份而有所差池 因其故这些上朝的大臣们 对大皇子都有一丝禁聚之感 大臣们于管而入 上朝与庆国皇帝讨论这天下的八卦决论 宫门口对时又安静了下来 宫前广场上的积雪早已被清扫干净 露出下方的湿湿青石 被扫走的雪在广场那边拢成一道半人高的雪堆 如矮城一般 一辆马车从那道长长的雪堆后行了过来 车身 马身 车夫竟是一水的黑色 守宫门的禁军以及门内的侍卫 马上知晓了马车中人的身份 心中不免有些好奇与兴奋 大皇子守岸宝剑 轻盈了上去 像马车上那个行动 还有些不便的年轻官员扶了下来 二人一路轻声说着什么 一路进了宫 宫门内外的兵士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只是小义用余光看着这一幕 直到大皇子与那年轻官员的身影 消失在了皇宫之中 众人才吐出一口浊气 兴奋的小声议论起来 我说看见没有啊 都说大殿下与他关系好 看来果然不是假的呀 嘿 这有什么稀奇呀 本来就是兄弟们 兄弟 有人冷笑道 不记得一年前 饭提子是怎么收拾二殿下的了 哎 尽声 虽然庆国民风开放 少有阴言之罪的事情 但是在这黄黄宫门口 却大肆谈论皇族的八卦 不能不说 这些曾经跟随大皇子西征湖满 后又归入进军战岗放售的军人们 确实是胆子大到了极点 两位小太监 像看神仙一样看着这些禁军 那就是传说中的小范大人呢 一位侍卫明显是入宫不久 脸上带着兴奋之色说道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 生得跟天神一般的俊郎 只是这气色似乎不怎么好啊 废话 前些日子才被暗杀了一次 受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可能好起来呀 不过这说来也奇怪 小范大人的伤好得也真是快呀 居然现在就能下地行走了 怎么这么急着来上朝呢 不要忘了 小范大人 可是我大被人刺杀 大皇子盯着范贤的眼睛 似乎是想从他的眼神中判断这次刺杀与他有没有关系 范贤挑挑眉眉头 懒得刻意扮出吃惊的模样 说道 死便死了 反正又不是我的人 你不要猜了 这事啊 和我没关系 大皇子看着他摇了摇头 不管与你有没有关系 只怕这件事情都会记在你的头上 即便记吧 范贤温和笑道 我这一世的仇人不少 也不在乎多那么一两个 可那个人 是燕小矣啊 大皇子加重语气提醒道 范贤没有应什么 只是心里想着 身边这位大殿下 在军方果然有些实力 此时只怕城门刚开 他居然就能知道在园台大营里发生的故事 大皇子见他不理会 皱眉说道 这件事情只怕不是那么好善了的 想想 在京都左近的手臂师大营中 居然被刺客混了进去 事情一旦曝光 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事啊 做得也太放肆了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听出了他话里引致的意思 忍不住冷笑了起来 说道 园台大营 前些日子 还有人赶搬了军方的守成弩 在山谷里谋杀钦差大臣 究竟谁放肆一些啊 大皇子见他发怒 也知道那次山谷巨沙里 他损失了不少人手 只好转了话题 问道 陈丫头什么时候回来啊 皇祖母和我母亲念了不知道多久 只怕来年是再舍不得他去江南的 范贤说道 明儿就到 哎 对了 那个湖族的公主我也带了回来 另外 我在洋葱巷里买了个宅子 地方偏僻清幼 正适合藏郊 大皇子听着这话一正 乐乐地问道 什么藏 藏什么脚啊 范贤从怀里取出一份房契 扔给他 唇角微翘 说道 给你 包儿奶 大皇子不知如何言语 恼火地瞪了他一眼 又说道 人前人后 一张师仙 俊勇雅致脸 谁知道却是一张 尖酸刻薄狐狸嘴 这话 哎 倒也确实 范贤傲然说道 名声这东西呢 我已经足够多了 接下来啊 咱就要把这脸皮撕了 陪大家伙好好玩一走 大皇子心头微惊 主媒说道 晚上你请了这些人 究竟想做什么呀 可不要胡来呀 怎么会呢 都是天皇贵昼 我巴结还来不及呢 范贤冷笑说道 不过 你的想法我也清楚 不想兄弟系强也简单 赶紧打垮他们 大皇子不赞同 说道 这话说得难听 都是姨父同胞 静候胜财便是了 你也有些分寸才好啊 别叫 范贤摇头 还是那句老话 我可是姓范的 不过你也放心 我可没有 看自己手指头的爱好 只要今天晚上之后 他们肯老实一些 我自然也不会做什么 大皇子笑了起来 范贤私存了一会儿 然后也忍不住 自嘲地笑了起来 话说从古至今 史书可见 极少有哪位年轻臣子 敢像自己这样 当着面 威胁太子 皇子 更何况 还是用的这种教训的口吻 这事情显得确实有些荒谬 范贤坚称自己姓范 但他清楚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本来应该姓李的缘故 自己断没有足够的实力 去和皇子他们去谈判 甚至连这种资格都没有 依照自己的行事风格 只怕许久之前 就死翘翘了 所以当他在御书房 等了很久 终于见到那位先连而入 姓李的皇帝老子时 他表现得还算尊敬 但是眉眼间 偶尔露出几丝冷意与倔强 正所谓 一路掩来始终如意 运输房里比外间要暖和许多 采自狼牙粥的银烛炭 在三个火盆里边燃烧着 设计精巧的火盆 没有一灰 只有一暖 将整个房间都包容在 与时令不合的春意里边 只是有一股淡淡的啄味 味道并不难闻 但在范贤灵敏的鼻子闻来呢 总有些不适应 不由有些想念 某个遥远的世界里 某个白色房子里的暖暖味道 想起前世曾经看过的两句俏皮话 毛主席没用过手机 皇帝也没吹过空调 皇帝自顾自坐到榻上 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来 他对于御书房里的温暖极为满意 并脚些微的银发 眼脚些微的皱纹都平顺着 在榻上脱了外面的那身龙袍 早有小太监取来棉质的长服穿上 又端来了一碗温热的燕窝 范贤安静地站在一旁 眼光却忍不住好奇地偷偷瞄了一眼 天下至尊的日常生活 确实没有什么出奇 皇帝正喝着 余光里瞥见范贤鬼头鬼脑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骂道 江南还没好吃的 馋成这样 范贤嘿嘿笑了两声 说道 这要是今儿个要趁早进宫 早饭也就是胡乱扒了两口 皇帝挥挥手 示意他坐下 姚太监在一旁 早等着这纸 赶紧去连后搬了个圆袖堆出来 范贤一屁股坐下 不由想起了一年半前 自己第一次进御书房 议事的时候的那个情形 又有些好奇 今天朝会结束之后 为什么陛下的御书房会议 没有继续开展 反而是单独召见自己 与皇帝一年多不见 心里又在琢磨 演技这种东西 范贤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好在君臣应对 本就是皇帝先开口才是 御书房那顿时又陷入安静之中 皇帝将合了一半的燕粥 搁在桌上 抬头看着范贤的脸 看着那张清秀温纯的面容 不知怎的 那颗一直冰冷了二十年的心 冻了一下 忍不住缓缓摇头 想将那一丝情绪 从帝王的脑袋里踢掉 上 怎么样了 皇帝尽可能的淡漠问道 范贤微微勾身 恭敬应道 谢陛下关怀 臣已无事 他心知肚明 皇帝肯定已经知道了 燕小乙儿子 非正常死亡的消息 但既然对方不提 不将这件事情和自己联系起来 他当然乐得装哑巴 懒得多做辩解 陛下 皇帝心里重复了一遍 叹了口气 笑道 不用这么拘谨 有什么想说的便说吧 年前逐你去江南 为父 朕便是想磨砺你 提拔你 只是 未免辛苦了你啊 皇帝能说出如此柔软的话 实属不易 但范贤心头微动 却未曾柔软 和声说道 时不敢瞒陛下 这去江南 我还真是很愿意的 他笑着继续说道 江南风景好 我一直想去逛逛 不成臣 而成我了 每次这二人的对话 便是这样发展 像有君臣 再致老少 再致模糊的父子情状 从不言明 却彼此心知肚明 暧昧着 酸着 无耻着 皇帝笑了起来 半赏后 静静说道 你在江南做得很好 朕 很欣慰 这说的自然是内裤的事情 交州的事情 江南路的事情 所有一切的事情 范贤都表现出了一位年轻明臣 所应该有的风度和气魄 为这个朝廷 为这个皇帝 从民间军中搜刮了太多好处 范贤如今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刀 基本上已经把朝中的有力阶层得罪完了 皇帝也明白这一点 想到山谷居杀之势 不免对范贤有些淡淡的怜惜之意 只是 不多 略说了几句在江南的事务 关于正式上的汇报便结束了 毕竟回朝树职的主旨还是在朝上 等过了几日的大朝会 范贤自要穿着官服 特指上朝 迎接满朝文武的赞叹或是指责 今日玉书房内 不过是一位帝王 一位敬臣的娇心 尤其是关于江南和娇州的事情 早已通过不曾间断的密奏 全部交由皇帝知晓 今日所论 便在他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